快看,富二代竟向妓女求婚 嫁给我 这意料之外的举动 不禁让青楼女子邱仪大为感动 两人约定 在老普30岁生日那天迎娶邱仪 也正是为了这个沉默 一对有情人在那个动荡改革的年代 付出了一生的心力 邱仪回到喜红楼 准备拿回自己攒的金银珠宝 作为嫁给老普的嫁妆 殊不知解放军正在 轰轰烈烈地清查妓院 一场改造妓女的运动 席卷了喜红楼 此时一位士兵闯了进来 邱仪受惊之下 手中的金条也洒了一地 东西放下 人下楼 集合 邱仪集中生智 谎称要换衣服 然而身为参谋的男人 竟趴在门缝中偷看 你有没有规矩啊 请你出去 你不过就是个卖肉的嘛 还装什么黄花大闺女似的 千千万万的男人都看过了 还差我一个吗 男人一脸的轻跳 用枪指着邱仪 威胁她将手举起来 其目的不言而喻 性格刚烈的邱仪 不愿受此侮辱 大骂着让男人滚出去 随着参谋震怒 邱仪的好姐妹小个 冲出来打圆场 哎呀 看漂亮女人 看我呀 哎 看我呀 要不到我房间去 身为团长的老韩 见任来喜和女人拉拉扯扯 连忙冲上来询问情况 没成想任来喜经到打一耙 谎称邱仪故意脱衣服饮用 这让原本就痛恨妓女的老韩 更加痛恨邱仪 此时正在门外等着秋仪的贵族少爷 不顾阻拦冲进了喜红楼 坚持让任来喜给自己的未婚妻道歉 她一定是透恨 她们两个人 一个妓女 一个透恨 实际上把她带出去 往退 随后浓妆艳抹的妓女们 一个个都被压了出来 天空电闪雷鸣 顷刻间便下起了瓢泼大雨 妓女们心事重重 不知道未来是怎样的 显然她们都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哎 我身上可是来红的 我淋不了雨 你们呢 我也来红 什么叫来红吗 女干部脸色微红 拔出腰间的配枪晃了晃 试图让这群人闭嘴 除了拔枪你们还会做什么 解放军从不扰民 你们是民吗 你们是救世会的残渣余孽 在这个冰凉的雨夜中 女人们被一个个压上车 卡车驶过坑坑洼洼的路面 告别繁华的城市 前往平级的乡下 少爷为了救出邱仪 骑着自行车疯狂追逮 中途却被老韩察觉 以妨碍军事行动为由 将老仆绑了起来 在训练营的第一晚 如何逃跑 周小鄂私事看穿了她的想法 称向他们这样的女人 最应该了解 男人是靠不住的 劝她不要对老普抱太大希望 得知儿子执意要娶一个妓女 老夫人死活不肯 不惜以死相逼 称她绝不会跟这样一个 下贱的女人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你没有见过她 也没有跟她相处过 你怎么知道她贱呢 妓女不贱 那世上还有什么 比妓女更贱的人吗 一群浓妆艳抹的青龙女子 被带到医院检查 最难以启齿的性病 不明真相的小恶听说 为他们体检的汪医生 是个大帅哥 一脸媚笑地迎了上去 声音娇滴滴地甜到发泥 这是什么呀 我说你能不能别拉着我 我衣服刚刚效果毒的 没皮没脸呢 也不想想自己有多脏 一身的脏病 上床 军医毫不掩饰的嫌恶之情 让邱姨很难过 她拒绝接受这样的检查 大踏步走了出去 被追出的女军医教主 称今天所有人必须做检查 我们得检查你们身上 有没有得性病 有没有得扬眉大窗 查性病 我说哪有那样的好事 平常我们给我们做医解来 得知真相的女人们 顿时背弃的不轻 纵然她们是妓女 可也不愿忍受 这样明目张胆的侮辱 纷纷拒绝检查 赶来的老韩认为 是邱姨带头挑衅 命远强行给她做了检查 并将她关了禁闭 这也让不花好意地 认来洗钉上了邱姨 试图在这幽暗的空间里 发生点什么 面对男人伸过来的咸猪手 邱姨狠狠甩了一巴掌过去 这种举动也彻底惹怒了人来洗 臭婊子 你要是不给老子服软 老子一辈子关着你 不久后一篇封建军阀 侮辱女人的文章 被刊登在海外报纸上 领导震怒 怒斥韩大鹏耍土匪作风 把我党的脸都丢尽了 而韩大鹏却觉得冤枉 明明他是按照领导指示办的 好心好意给妓女们检查性病 他到底错在哪了 妓女是不是人 不是人还是鬼呀 好好回答 帮我学长 是人 是好人还是坏人 坏人 韩大鹏称妓女道德败坏传播脏病 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好人 原来你从思想上就认知错了 有位伟人曾说过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为了改变韩大鹏对妓女的偏见 领导让他把全所学员的情况 包括出身经历 以及是否受过剥削压迫 仔仔细细地了解一遍 然而在调查过程中 老韩无意中发现了 邱仪在床上刻的记号 瞬间警惕起来 一厢情愿地认为那是特务的联络信号 这边一有风吹草动 海外的报纸就知道了 是不是你那位蒲公子给海外发的电报 实际上那些划痕 只是邱仪用来记日子的 因为他曾与老普约定 在他30岁那天嫁给他 为了防止两人再联络 韩大鹏粗暴地擦掉了那些划痕 次日老普拎着一篮子糕点 来到妇女教养所 却被韩大鹏拦在了门外 并没收了一张画着红雨伞的明信片 不懂明信片为何物的韩大鹏 固执地认为 这一定是他与邱仪之间的联络信号 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邱仪 听到了老普的呼喊 封了一样往大门的方向冲去 两人隔着门板互诉中长 老普的此次来访 从某种程度上也恢复了邱仪对生活的信心 邱仪大方地将糕点 分给众姐妹品尝 谁料就在第二天 教养所内很多人都出现了上土下泻的症状 对邱仪不怀好意的任来喜 趁机将矛头指向了他 称一定是糕点有问题 任来喜将邱仪绑在凳子上 用棍子逼他老实交代 性格刚烈的邱仪面对严刑拷打也不屈服 化验报告显示是老鼠要中毒 韩大鹏立刻来到后厨了解情况 一位伙夫提出 下午曾有个女人咸菜太淡 来到厨房加盐 很可能就是他错把老鼠药投到食物中去了 而任来喜却说 他不相信有人会这么糊涂 这个药肯定是黄秋仪放进去的 还煞有其事地说 今天中午他曾亲眼目睹 黄秋仪手中拿着一个小纸包 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你今天中午不是在市里开会吗 我 我今天中午在市里吗 那我有可能记错了 昨天 一定是昨天 随后韩大鹏找到后厨主管老赵了解情况 任来喜为了置秋仪为死地 对老赵进行疯狂的暗示 你是不是记得有一个女的 个儿高高的 也比别人白净 没想到老赵根本不中计 称他真的记不清了 身为一名解放军 总不能胡乱冤枉人吧 这嘴巴一张不要紧 人家这一辈子的黑锅可就被上身了 晚上韩大鹏来到禁闭市 为没有证据就冤枉秋仪的事而道歉 但明确表示还会继续追查这件事 无法见到邱仪的老普 站在教养所对面的鼓楼上 利用望远镜观察 在太阳光的照耀下 镜片光芒反射到了邱仪的脸上 哪个不要脸的竟敢还我 老普 与此同时韩大鹏也注意到了这曙光 立刻举起手枪朝对方击去 老普惊魂未定地望着被打穿的望远镜 没想到韩大鹏还是个神枪手 晚上邱仪叫醒周小恶 称他观察到后院有扇小门 而钥匙就在韩大鹏办公室的抽屉里 邱仪请求小恶帮忙在门口望风 他进去偷钥匙 然而小恶却主动请鹰 称他有办法拿到钥匙 于是他独自来到韩大鹏的办公室 扭动柔软的腰肢 一脸妩媚地靠近他 随后便撩开肩膀上的吊带 单身40年的韩大鹏 哪见过这样的阵势 吓得立刻将他推开 并警告他穿好衣服 周小恶也趁此机会拿走了钥匙 次日不死心的老仆 又假扮为菜农溜进了教养所 然而又被精明的韩大鹏逮个正招 巧合的是正要从后门逃走的 邱仪和小恶也被抓了回来 没想到这对有情人 竟会以这样的方式相见 两人分别挣脱束缚 仅仅与对方拥抱在一起 可还是被无情的韩大鹏棒打鸳鸯 第二天韩大鹏公布了体检结果 周小恶 刚才念到名字的人 都得了性病 妓女们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教养所内三分之一的人 竟然都得了性病 闻听噩耗的周小恶瞬间晕了过去 随后韩大鹏将得病的人 集中隔离在一起 众人都陷入了恐慌与绝望之中 求求解放军救救他们 你说有一种西药 几针一打就能够好 郑明冷哼一声说道 志愿军在前线抗美援朝保卫祖国 他们发着烧流着血 如今缺的就是要 卖出了病 还要共产党掏钱给纽制 得知盘尼西林可以治妓女们的病 韩大鹏与教养所的所有干部们 将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可是却只换来二十块钱 连救治一个病人都不够 束手无策的韩大鹏 只能找到陈司令 请求拨一些公款给妓女们看病 可陈司令却说 如今咱们国家刚刚建立百废戴心 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吧 晚上陈司令下班时 恰好偶遇了一位要卖身的小姑娘 女孩看上去也就十几岁的年纪 因吃不饱饭才出来做这种事 这让陈司令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都说妓女下贱 可那是他们的错吗 有多少人是自怨的 又有多少人是被迫的 陈司令动了恻隐之心 给韩大鹏批了一些钱 然而盘尼西林是稀缺物资 很多家医院都没货 就算有钱也未必能买得到 走投无路的韩大鹏 只能向老普求助 相信他身为一个富家少爷 一定会有门路 担心他不会帮忙 于是谎称邱姨也得了性命 没想到反被老普一眼识破 不过他并没有生气 因为他对共产党有直觉般的心愿 随后便将韩大鹏 介绍给了他的朋友查理医生 不久后一箱箱的药品 被搬到了教养所 妓女们高兴坏了 以为他们有救了 可是打过真的女人们 身上都出现了过敏反应 经过证明检查后发现 那些花重金买来的药品 根本不是盘尼西林 而是过期的葡萄糖 得知真相的韩大鹏 气冲冲地找到查理 逼问他为何要卖假药害人 查理坚称交给老普的 就是盘尼西林 一定是他将要给换了 本就对老普心存偏见的韩大鹏 又将矛头指向了他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特务们的阴谋 只因老普的家族 曾资助过共产党 自然也得到了政府的照顾 再加上老普又在宁城的重要部门 特务们争取的对象 面对韩大鹏的质疑 老普并没有升起 反而十分内疚 于是拿着300两黄金 找到陈司令弥补损失 让他重新买药 韩大鹏得知这些钱 是老普卖了祖宅与字画换来的以后 也对他的印象有了改观 李佩芳的积极发言 让小恶觉得自己也不能落后 于是也上台去诉苦 可是却闹得笑话百出 周小恶也许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 又或许是奴心太重不懂的反抗 被卖身到喜红楼之后 一直规规矩矩地接客 因此没像其他姐妹一样 遭受非人的虐待 也把一场揭破妓女血雨类的诉苦大会 变成了笑话 可当他说出邱仪所说的苦难时 韩大鹏的内心也彻底对邱仪改观 邱仪是四岁那年 宋依非逼着他脉 他死都不答应 宋依竟然让几个男人把他手脚圈按着 让鸡儿里面那些 大残的那般人把他给呛爆了呀 邱仪本来出身于书香世家 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可怜她在六岁那年 就被人贩子拐卖进了喜红楼 遇见老普是她不幸中的惋醒 她做梦都想再见心爱的男人一面 佩芳看出任来喜对邱仪不怀好意 为了得到鸦片 竟将邱仪骗进小黑屋里 当他索要报仇时却遭到任来喜拒绝 佩芳一气之下找到韩大鹏告状 与此同时任来喜又要冒犯邱仪 性格刚烈的邱仪宁死不屈 用膝盖给了对方重重一击后 竟然撞墙自尽 任来喜便无可便 立马跪在地上求饶 恳求再给他一次机会 性情正直的韩大鹏不为所动 让他脱下军装滚出教养所 眼看老普三十岁的生日就要到了 邱仪曾答应在那一天嫁给他 姐妹们都来帮邱仪娃逃跑地道 意外被韩大鹏察觉 正好目睹小鹏挖出了一个炸弹 韩大鹏不顾一切地拉开邱仪与小鹏 冒着生命危险将冒烟的手雷踢开 只听轰的一声炸弹在此时爆炸 韩大鹏因救人也受了轻伤 小鹏心里过意不去 时常去看望韩大鹏 韩大鹏也给了小鹏一个任务 那就是盯着邱仪 防止他再次逃跑 小鹏也借着汇报的借口 时常与韩大鹏共处一室 渐渐韩大鹏便发现了不对劲 她的内心竟然期盼着 周小鹏每天能早点来汇报工作 就连郑敏都发现了她的异常 上级派你来 是让你来改造妓女的 不是让妓女来改造你的 另一边周小鹏男舌姐妹情 利用绳子帮邱仪逃了出去 当邱仪立尽千辛万苦 终于赶到老普家时 却遇见了不待见她的老夫人 你就是喜红楼的妓女 邱仪吧 仆母毫无掩饰地嫌弃与鄙 深深刺痛了邱仪的自尊心 为了让邱仪智男而退 仆母谎称儿子已经交了新女友 今天既是她三十岁的生日 也是她定亲的好日子 邱仪不相信爱人已经变心 非要亲眼瞧个清楚 当她进去后 隔着玻璃看到 未婚夫正与另一个年轻女人有说有笑 仆母故意夸赞 魏如与老普是郎才女貌的一对 这令人误会的一幕 也使得邱仪心碎离开 也许是爱人之间的心有灵犀 此时老普也察觉到了邱仪的存在 慌慌张张追了出去 好在老天有眼 两人在大桥上相遇 我答应过邱仪 今天要娶她 那今天 就是你妈的忌日 由于邱仪的身份太过特殊 普母执意不肯同意两人的婚事 她甚至觉得儿子被朱优蒙了心 放着年轻漂亮家世清白的魏如不选 偏偏要跟一个封城女子私定终身 真是疯了 魏如啊 伯母问你 结婚戒指是喜欢钻石的呢 还是珍珠的 在普母的故意刺激下 宁为玉碎不畏瓦全的邱仪 逼问老普到底选谁留下陪她过生日 这位如是老普的同事 性格也温温柔柔 老普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赶她离开 她犹豫不决的态度 也让邱仪伤透了心 一把抄起桌子上的剪刀 就把自己的头发给剪了 她已经打定了主意 没了爱情便去做尼姑 邱仪离开了普家 来到了一处尼姑庵 她恳求住持给她一个落脚的地方 可住持一眼看出 邱仪成员未断与佛家无缘 拒绝了她要出家的想法 邱仪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她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 此时老普一脸担心地追了过来 这让邱仪心灰意冷之下 总算有了点安慰 没想到魏如也跟了过来 邱仪刚压下去的怒火再次爆发 她认定老普是个吃锅忘盆的男人 不愿听她的解释 她疯狂地奔跑在大街上 只想快点逃离这个伤心之地 就在两人追逐间 意外发生了车祸 好在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老普舍身相救的举动 也让邱仪感动得一塌糊涂 两人重归于好 邱仪也住进了佛家 视邱仪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仆母 铁了心将她赶走 经常在家里摔摔打打 或者故意大声说些难听的话 我不是叫你 把少爷的衣服 统统拿出去消毒吗 去了吗 整天和这种脏女人腻在一起 也不怕得脏病 邱仪知道这是故意说给她听的 既愤怒又难过 但是为了老普不得不忍下这份羞辱 为了赶走邱仪 这天仆母在儿子上班以后 对邱仪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说道 看她最近脸色有点蜡黄 给她买了点要补补身体 邱仪受宠若惊 以为仆母愿意接受她了 毫无防备地喝下了药 不久后邱仪的身上 像得了性病一样起了好多水泡 中医世家出身的仆母趁机挑唆 她一定是得了脏病 她在教养所刚刚查过身体 连解放军都说她是干净的 这解放军呢 打仗是行啊 可是对付静语 她没有什么经验啊 仆母铁了心胆走邱仪 疯狂往她头上泼脏水 然而她却低估了儿子的痴情 老仆紧抱着邱仪 安慰她不用担心 即使倾家荡产 她也会帮她治好这个病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她的房间 怎么又去了 妈 赶快洗手去 得上这种脏病 怎么还有脸去见人 趁着老仆上班不在家 仆母将邱仪赶到了储藏室居住 并且将她用过的东西全部贴上纸条 下班回家的老仆对着母亲怒吼道 邱仪生病已经很不幸了 为什么还要对她这么残忍 闻听此言 仆母就像吞了一只苍蝇那般恶心 她辛辛苦苦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 如今她却为了一个下贱的妓女 跟她几次三番地叫板 内心更加地仇视邱仪 晚上老仆心疼地为邱仪擦拭着腿脚 这一幕可把在门外偷看的仆母气坏了 你到底要把我们家害成什么样子 自己得了一身的脏病 还要我儿子来给你擦洗 邱仪陷入深深的内疚之中 自觉没脸继续待在仆家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仆母的阴谋 骗邱仪喝下所谓的不要 这才有了类似于性病的症状 次日母亲交给老仆一张治疗脏病的药方 自称是祖上传下来的 有几位要需要到杭州去找 老仆信以为真 准备跟邱仪打个招呼后立即动身 却被母亲拦下 她称此事已早不宜迟 邱仪那里她会去说的 就这样老仆放心地出发了 这边邱仪一连几日都没有见到老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内心忐忑不安起来 仆母见鱼儿上钩了 旁敲侧击地说道 也许是心烦出去散心了 实际是想暗示邱仪 老仆是嫌弃她一身的脏病不愿回家 我恨你 你这个脏女人 是要被人家瞧不起 邱仪陷入无边的绝望中 认为自己给老仆带来了困扰 于是悄悄离开了仆家 在路过一个学堂时 几名少女正开心地分享着今天的去世 邱仪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羡慕 倘若她没有被人贩子拐到喜红楼 现在的她应该也这样幸福吧 仆母也不会因身份看不起她 在众人散尽之后 她走到了公告栏前 发现是教养所正在通缉她 身无分文的她无处可去 走在街上又饿又渴 向路边好心的大姐讨了口水喝 当她揭开脸上的面纱正要饮水时 突然想到自己的病 担心会传染给别人 迟一间大姐已经发现了她的异常 你得了什么脏病啊 你怎么到处乱走 到处害人了快走快走 饱受唾弃与歧视的邱仪 如同过街老鼠一般 捂着脸逃走了 公园长以上 小女还不小心将饼干掉到了地上 等母女俩走后 邱仪如同对待珍宝一样捡起 立刻狼吞虎咽起来 可这样下去总不是个长久之计 她很想打工自食其力 可现在谁敢收留她呢 走投无路的邱仪来到了尼姑安 住持慈悲为怀 暂时收留了邱仪 另一边教养所内 周小鄂受不了劳动改造的苦 竟然把主意打到了韩大鹏的头上 妄想成为所长夫人逃避劳动 于是她特意为韩大鹏写了一封表白信 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跟我从前睡过的那些男人 不一样 思想保守的韩大鹏被小鄂的大胆用词给惊待了 读了两行便读不下去 周小鄂见他扭扭捏捏 一把抢过来 迫不及待地念起自己的表白信 我发誓 我没有把你当嫖客 韩大鹏露斥周小鄂是在胡闹 劝他好好接受改造 不要胡思乱想 你是不是嫌弃我 嫌我以前是个妓女 韩大鹏连忙否认 称周小鄂是阶级姐妹 但是两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周小鄂很不服气 反问到为什么崔干事与惠珠能在一起 这崔干事是教养所的一名小干部 惠珠则是喜红楼的妓女 两人走到一起后 引得众女纷纷效仿 大家都想找个战士结婚 甚至啊 已经有人开始勾引我们的人了 他们把纪元里的那一套 又通通地拿了出来 陈司令立派众议批准了 崔干事与惠珠的婚事 称只要是共和国的公民 就有跟任何人结婚的自由 这句话无疑给周小鄂吃了一颗定心丸 脸上笑意盈盈 韩大鹏被他毫不掩饰的眼神 盯得心口发烫 不自然地撇过脸去 两人的这一幕皆被郑敏看在眼里 晚上韩大鹏就失眠了 脑子里全是周小鄂的英容笑貌 一颗心就像被浸在油锅里炸一样 抓心挠干丝的难受 为了不让自己错下去 他向郑敏求了婚 两人要结婚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整个教养所 周小鄂心灰意冷地站在房顶上 威胁韩大鹏迎娶他 否则就等着收拾吧 话音刚落脚下一滑 静直接摔了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是天生一对 有事没事都喜欢撞墙 邱姨这下也心软了 这对有情人也重归于好 不久后远在荒滩的农场厂长找到老韩 提出与教养所搞一个相亲大会 解决一下战士们的单身问题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然而当战士们得知这些女人 曾经都是妓女时 一个个都很比 刺则韩大鹏不地道 自己找个黄花大闺女订婚 把这些没人要的脏货丢给他们 战士们群情激愤 纷纷叫嚣着让这些脏女人滚出去 在教养所工作的这段时间 韩大鹏早打喜红楼的这群人 看作是自己的姐妹 战士们毫不掩饰地嫌弃与鄙 不禁让韩大鹏怒火中烧 他怒斥道 纵然是妓女又如何 谁不是穷苦人家的女孩 谁又愿意天生做这种事 但凡有一条活路可以走 他们谁会甘心去做男人的玩物 韩大鹏向战士们保证 这些女人经过改造后 一个个都是可以自食其力的 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公民 娶了她们一定不会后悔 可依旧对妓女存在严重偏见的战士们 并不相信韩大鹏的话 众人闻言一愣 尤其是她的未婚妻正名 脸色难看到极点 只有周小鹅心花怒放 认为她的机会来了 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所长夫人的位置竞争十分激烈 众姐妹都争先恐后地要嫁给韩大鹏 周小鹅见此情形不禁放声大哭了起来 瞬间吸引了全场人的注意力 周小鹅当着众人的面 故意把两人的关系描述得很暧昧 甚至把她借着搞卫生的名头 偷看韩大鹏擦拭身体的事也说了出来 在这个拉拉手都会脸红的年代 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大胆的 韩大鹏的一张老脸挂不住了 此言一出周小鹅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愣了好久才反应过来 这是答应要娶她了 随后便一脸兴奋地冲上前 紧紧抱着韩大鹏不撒手 众人都为他们鼓掌欢呼 只有郑敏强忍着眼泪神色黯然 新婚夜一对新人就这么干坐在椅子上 别看韩大鹏年纪大 但是在感情问题上却没什么经验 周小鹅毫不怀疑 倘若她不主动一些 两人真有可能哭作到天亮 文婷此言老韩勃然大怒 这是把她当什么人了 气得往门外走去 却刚好遇见了前来道喜的 她的前任未婚妻证明 已经成为正牌夫人的周小鹅 犯不上因这一点小事吃醋 很识趣地给他们留下单独谈话的空间 郑敏将一条毛巾送给他们做新婚贺礼 这是她曾经在战场上打仗时 立功获得的 有着非凡的意义 韩大鹏的心里沉甸甸甸的 这小小的毛巾握在手中似有千斤重 与郑敏结束谈话后 韩大鹏来到了卧室 却目睹周小鹅竟在洗澡 你为什么当种人面洗澡 这在我们喜红楼叫做盆汤 是专门治脏病的 韩大鹏十分恼火 其他静女都因曾经的身份感到羞愧 只有周小鹅一提到喜红楼就来劲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从小就被迈进青楼的小鹅 不懂韩大鹏为何生气 委屈地大哭 我怕你嫌我脏 怕你 怕你嫌我身子脏啊 一想到周小鹅也是受压迫剥削的 穷苦人家的女儿 老韩的心一下就软了下来 在她的带领下 很多战士病除了对妓女的偏见 促成了不少好姻缘 回到教管所以后 周小鹅处处摆着所长夫人的架子 并擅自做主把准备过年的猪给杀了 可怜这猪才刚涨身架子 在这个缺一小时的年代 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气得厨师长直抹眼泪 我那猪啊 老韩也气得要命 可她却对后脸皮的周小鹅无可奈何 只能自掏腰包补了两个月的工资 才将此事结果 眼看检查团就要来视察了 爱出风头的周小鹅自告奋勇 承担了接待的任务 这个旧社会是把人变成鬼 可是新社会是把鬼变成人 陈司令这边刚把牛皮吹出去 只见小鹅就领着一群 妓女装扮的女人 花枝招展地迎了出来 众位朴素的领导 哪见过这样的架势 一个个脸色难看到极点 陈大鹏也丢尽了脸面 一路之下跟周小鹅提出了离婚 韩大鹏终于忍无可忍向周小鹅提出了离婚 自知犯下大错的周小鹅跪在广场上请求丈夫的原谅 教养所的工作结束在即 小鹅带领姐妹们上演了一出本色出演的话剧 揭秘了旧社会妓女的血泪史 精彩的表演获得了满堂喝彩 总算让韩大鹏长了一回脸 她与小鹅的关系也和好如初 夜深了秋仪还在缝制麻袋 一想到明天就能恢复自由 与老普在一起 她就感觉全身充满了干净 保险丝被烧导致停电 秋仪擦亮火柴照明 望着那菊红的火光 秋仪陷入了甜蜜回忆中 那是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她撑着一把红雨伞 温文尔雅的老普 用她的老式自行车载着自己 两人在树影斑驳的街道上穿行 这一幕浪漫的好像电影一样 由于秋仪想得太出神 手中的火柴不慎掉到了麻袋上 瞬间引发了熊熊大火 犯下了大错 韩大鹏有幸为秋仪解释 称她并非故意纵火 可在法律面前一切都显得很苍白 秋仪必须再进行三年的劳动改造 还不知道这一切的老普 欢天喜地地来到教馆所门口 等着带心爱的女人回家 却从小鹏那里得知 秋仪已经被押走了 老普来到监狱 坚定地告诉秋仪一定会等她出来 教养所的工作结束 韩大鹏到法院当了院长 让她没想到的是 认来喜竟被派给她做了秘书 那个当初因欺辱秋仪 被她赶出教养所的人 两人还真是冤家路窄 喜红楼的姐妹们 也都被分配到了个大工厂 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 只有周小鹏本性难以好义务劳 贪图享乐的她为了不上班 竟然假装怀孕 周小鹏担心露线推托着不去医院 这也引起了韩大鹏的疑心 很快便拆穿了她假怀孕的事 老韩十分恼火 同时对周小鹏的坏毛病 认识得越来越透彻 大雨一连下了一星期 听说城外的水就要慢滴了 韩大鹏不放心地来到抗洪第一线 意外发现有的麻袋是单线缝的 根本装不住土 让韩大鹏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口中的狗东西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妻子周小鹏 差那间老韩彻底对周小鹏死了心 任亲跟他终究不是一路人 坚决要离婚 签字吧 没什么话说的 今天你必须签字 此事件造成了重大影响 刚升为法院院长不久的韩大鹏 又被贬成了劳改厂的厂长 前任未婚妻郑敏得知消息后 决定与他共进退 这让韩大鹏深受感动 在陈司令的见证下 两人结为夫妇 而周小鹏却在此时发现自己怀孕了 不由的欣喜若狂 以为可以挽留韩大鹏 然而周小鹏之前为了逃避劳动 曾假装怀孕 韩大鹏误以为这又是周小鹏的把戏 因此并不相信他说的话 并说出了他与郑敏结婚的消息 让周小鹏自重 说完便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开 小鹏悔不当初 意识到自己这次真的失去了最重要的依靠 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韩大鹏的离开以及怀孕的难受 使得他的身体十分虚弱 晕倒时恰好遇到了老普 好心将他带回家照顾 没成想好吃懒做的小鹏 竟又把主意打到了老普的头上 从小被迈进青楼的周小鹏 根本无法理解邱姨与老普之间的爱情 在她的眼中 男人无非是个长期饭嫖 她不在乎这个男人喜欢谁 有过几个女人 她只在乎能不能供她贪图小鹏 从监狱回家后 小鹏声称是邱姨让老普照顾她的 心思单纯的老普信以为真 让小鹏住了下来 老普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 我不会娶你的 这样的回答让周小鹏很不满意 她想找的是一个长期饭嫖 没名没分地待下去 一旦邱姨出狱她肯定会被赶走 而这边邱姨的生活并不好过 众人都瞧不起她以前是个妓女 时常排挤殴打她 施暴人群中不乏某些被男人抛弃的女人 她们对一切狐狸经深恶痛绝 完全没想过 其实妓女也是遭受压迫的可怜人 若不是韩大鹏暗中照顾 身材瘦弱的邱姨 真有可能活不到出狱的那一天 在这段绝望的日子里 那张画着红雨伞的明信片 成了她支撑下去的力量 这天老普下班回家 却看见了这样一幕 周小鹏 老普 你这是干什么 滚 滚出去 老普 你出去 哎呀 对不起 我 我知道这样会弄脏你的地方 老普怒火中烧 明明她都答应会照顾周小鹏 不理解她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见自己 小鹏含着泪十分委屈地说道 亚花厂的工作她实在做不了 她又没有经济来源 只能重操就业 又称她这么不明不白地住在这儿 对老普的影响不好 暗示让男人娶她 可老普却不为所动 称她不在乎名声 又白眼了 哎呀 原来刚刚的男人是跟小鹏串通好的 这天是老普向秋衣求婚的纪念日 饱受思念之苦的老普喝得烂醉 小鹏趁机将她拉到了自己的床上 这下可彻底赖上了她 骗老普说自己怀了她的孩子 出身中医世家的老普 怎么会被这么拙劣地计谋骗到 早在她将小鹏救回家时 通过把麦就看出了她怀孕的事 老普看在她是秋衣好姐妹的份上 没有说破 宁愿自己辛苦赚钱供她挥火 老普的一味妥协也导致小鹏越发的骄纵 彻底辞了工作 每天就待在家里跟胡鹏狗友打麻将 随着探监日子的来临 小鹏与老普来到农场看望秋衣 看到她脸上的淤青后 老普十分心疼 气得要去找管教 小鹏也吵着要找身为 劳改厂厂长的韩大鹏算账 就在站起身的瞬间 秋衣瞧见了她龙起的大肚子 误以为那是老普的孩子 心都要碎了 伤心难过之下 让两人以后不要再来看她 不久后伴随着婴儿响亮的啼哭声 小鹏生下了一个儿子 老普为她取名为陶陶 有逃避纷纭俗世之意 老普的生活愈发清贫 产后的小鹏更加好吃懒 坐所求无度 埋怨老普不舍得为她花钱 家里连个鸡蛋都没有 晚饭就用一碗骨头汤将她打发了 简直连吓人的日子都不如 怀疑老普是把钱藏起来等着秋衣出来 老普静静听着一言不发 实际上这样的日子她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在心底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在陶陶周岁这天 老普出乎意料地大肆挥霍 但小鹏买了好多东西 晚上还摆了一桌宴席 请喜红楼的姐妹来一起庆祝 小鹏非常高兴 以为老普终于舍得为她花钱了 毕竟谁不知道普家财力雄厚 直到两位解放军找上了门 众人这才知道 原来老普贪污了公款 将面临十年的劳动改造 你贪污的钱呢 把钱给我和陶子留一点吗 不然我们两个怎么活呀 深夜小鹏整理儿子的衣服时 意外发现了厚厚的一打钱 这才明白老普的苦心 不经悔不当初 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饥荒 全国上下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小鹏的日子也过得更加艰难 走投无路的他又把主意 打到了韩大鹏的头上 再带着逃逃前往劳改农场的路上 小鹏故意往他们两人的脸上抹了一把灰 极力表现得可怜一些 没想到却被韩大鹏一眼识破 小鹏一击不成立马放生假哭起来 称实在找不到工作 母子俩都三天没吃饭了 趁着韩大鹏不注意 还偷偷掐了陶陶一把 让儿子跟着一起卖惨 韩大鹏还是心软了 答应会接近母子俩 却仍旧不相信陶陶是自己的儿子 农场发生大规模积温 一夜之间死了好多鸡 不怀好意地认来洗净提议 用温死的鸡来填饱众人的肚子 那就你先带着吃给大家看看 怎么样 你 你怎么这么说话 韩大鹏不上当 不仅严厉禁止杀吃温鸡 还将所有死鸡深埋于地下 可有些没文化的犯人难以抵抗饥饿 竟偷偷将温鸡挖出来吃 很快不少人出现了呕吐发烧等症状 疫情迅速在劳改农场扩散开来 为防止事态进一步加重 陈司令下令封锁农场 牺牲少数人保证外面多数人的安全 韩大鹏不愿眼睁睁地见那么多人等死 里面除了有上千的犯人之外 还有许多管教人员医疗人员 他们都是无辜的 得知消息的周小鹅极力劝韩大鹏离开农场 并让父子俩相认 你凭什么说他是玩的 你 这个时候我还骗你啊 这里的人都快要死了你知道吗 我这个时候骗你我太没有良心了 韩大鹏一直以为这孩子是老普的 转念又想到老普为了见邱一面 不惜进入劳改场 可见对邱一是真爱 更何况在这生死关头 周小鹅也确实没必要骗他 韩大鹏终于相信了陶陶就是他的儿子 被封禁的犯人们不愿等死闹起了暴动 并扣押了医疗人员郑明等人作为人质 上面派来了武装部队镇压 胆敢暴动越狱者就递枪决 没想到犯人也早有准备 在胸前绑了炸弹 只要敢开枪那么大家就一块升天 场面一时陷入了僵局 在此危机关头老普站了出来 炫饭人们想想外面的家人 一旦他们将病毒带出去 外面将会变成怎样的世界 他知道众人暴动只是为了活命 而他出身中医世家 也有把握会研究出治疗瘟疫的药 众人被老普说动纷纷放弃抵抗 皇天不负有心人 老普的中药起了疗效 疫情也慢慢消散 谁能想到这个一身正派的军官 竟会沦为劳改犯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不不不不 我成劳改犯了 嗯 原来狠毒的任来喜一直记痕 当初韩大鹏将他赶出教养所的事 小人得失的他自然也咽不下这口气 费尽心思地污蔑韩大鹏 称他在担任劳改农场场长期间 与接受改造的妓女乱搞男女关系 否则他为什么要迎娶周小恶 陈司令清楚韩大鹏的为人 并不相信任来喜的话 没想到任来喜又打电话月季上报 终于把老韩逼成了劳改犯 监狱的犯人们都知道 韩大鹏为人不错 当初农场积温爆发的时候 因此在日常劳动时格外照顾他 时常有人抢着帮他干活 这也引起了人来喜的不满 他这哪里是来服刑改造的 他分明是这个地方的太上皇吗 任来喜处心积虑要将韩大鹏弄到 荒凉的大西北去劳改 接二连三的打击 并没有磨灭韩大鹏心中的信念 这世上有黑白混淆的时候 可不会永远混淆下去 邱一忍无可忍冲上前狠狠扇了人来喜一巴掌 劳仆也上前帮忙 两人对着这个小人一顿拳打脚踢 在场的竟无一人阻拦 直到看揍得差不多了 才有两个人上前象征性地拉了一下 时光匆匆流逝 老普与邱一终于行满释放 手完手走出了劳改农场 小鹅领着陶陶来接他们 本以为是顾念朋友情分 哪料又是另有所图 小鹅称他看上了一个东北洼人身的 他带着孩子不方便在家 请求两人能收留陶陶 心地善良的老普答应了 派出所的同志曾说过 出狱后街道上可以为他们安排工作 然而两人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如今街道就业紧张 连中学毕业生都要往乡下动员 更何况他们是劳改犯 语气里竟是鄙夷与嫌弃 无奈之下老普只能在街上摆了个小摊 以替人写信勉强糊口 韩大鹏从大西北回来了 小鹅也惨遭抛弃 一拙邋遢地回到了苏城 两人意外在一家面摊相遇 身无分文的小鹅吃起了霸王餐 众人要将他扭送公安局 老韩看不过去帮小鹅付了款 你有点尊严好不好 尊严尊严 你现在还让我有什么尊严呀 哎呦我的妈呀 我现在连饭都吃不饱 韩大鹏气得火只往脑门上窜 却又对这个厚脸皮的女人无可奈何 认来喜得知韩大鹏已经回来 却仍旧不愿放过他 又随便给他扣了顶墨须有的帽子 绑着他去游街 老普无谓地陪着老韩 韩大鹏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 纵然他被污蔑为反革命分子 他也从未忘记身为军人的血性与尊严 在任来喜的受益下 几个战士抓住他的头颅拼命往下 都没能迫使他低头 老普 你看见红旗了吗 看见了 红旗的海洋 韩大鹏在战场上几次历经生死 还有千千万万的战士像他一样 抛头颅洒热血才迎来我们的新中国 鲜艳的红旗已覆盖所有街道 他们坚信正义也迟早会来临 男孩嫌弃母亲是妓女 竟派人绑着他去游街 桃桃 我不准你说妓女这两个字 你们是一群大坏蛋 把他也带走 他也是妓女 秋衣与小恶两人 一个是他的养母 一个是他的生母 是世界上对他最好的人 可两人过去的身份 却让桃桃觉得抬不起头 韩大鹏痛心疾首地斥责桃桃不懂事 老普也劝桃桃不要胡闹 如果非要游街 那就抓他去游街好了 放了秋衣他们 你别跟他抵三下死了 小兔崽崽 我就不信他能翻天 我就不放 我就要翻你的鞋 桃桃担心会遭到责罚 慌张地逃走了 途中偶遇了正要去给老韩送饭的郑敏 桃桃去哪儿啊 桃桃惊慌失措之下 不幸掉进了河里 郑敏吓得将河饭一扔 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 在冰冷的河水中 郑敏奋力将桃桃推上了 可筋疲力尽的他却沉了下去 再也没有上来 韩大鹏坐在椅子上发呆 他不敢相信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美了 当他打开饭盒时 发现郑敏做了他最爱的东北盾 还能感受到一丝热气 看到这儿他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滚滚往下落 任来喜又来骚扰邱仪 从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起 就被他的美貌吸引了 邱仪的屡次反抗也激起了他的征服欲 威胁邱仪如果不屈服他 便要对老普不利 邱仪已经忍无可忍 他知道有任来喜这样的祸害 大家都不会好过 于是决定跟他同归于尽 他假意答应任来喜 又偷偷在口袋里藏了把剪刀 就在邱仪准备动手时 一群人却冲了进来 任来喜把他给我绑了 好 你们干什么 你们怎么可以抓我 怎么不能 抓的就是你 你这个狗特务 任来喜的特务身份曝光 这下他彻底完蛋了 也被抓到街上游行 红色的曙光驱散了阴霾 得知消息的韩大鹏心怀舒畅 狠狠赏了他几拳 只把他打得鼻青脸肿 深夜狗急跳墙的任来喜 竟偷偷纵火烧房子 由于他的脚下也沾了汽油 火苗很快在他的全身蔓延开来 他这也算是亡火自焚了 老韩不顾自身危险 一次又一次地奔入火场救人 当所有人都转为为安时 老韩却被烧断的房梁砸中了脑袋 奄奄一息 他自知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如今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恶 羞愧自己没把他改造好 没让他学会自施其力 陶桃被韩大鹏英勇救人的举动 深深触动 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是个英雄 他也终于知道自己错了 哭着向爸爸道歉 了缺心愿的韩大鹏 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新世纪的曙光照耀在中华大地上 老普也实现了对邱怡的承诺 两人相如以沫厮守一生 而小恶终生没有再假 早已白发苍苍的众人 感慨着新中国的变化 意气风发的解放军战士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 从一旁经过 为首的战士宛如当年的老韩 本据至此大结局